自菅义伟成为日本首相之后 日本便开始全面倒向美国 甚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 菅义伟不惜损害日本的利益 也要满足美国的要求 尤其是在拜登上台后 这种现象更明显 这段时间以来 该国在军事上不断展开各种挑衅举动 冒着被打的风险向美国示好 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 近日日本当局却如坐针毡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消息报道 东部海域正在进行24小时常态化战备巡航 保持待命状态 在得知这则消息后 日本决策层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声称这样的巡航方式 可把日本内部吓了一跳 能在东部海域保持常态化巡航的 日本非常清楚是谁 慌乱的同时也有非常心虚 在美国联合国企图组建反华联盟时 日本是最积极的那一个 没少跟着美国挑衅叫嚣 如今东海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 显然不只是单单的部署那么简单 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 从去年年底 东部海域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常态化部署行动 亚洲大国的海军主要出动 东部战区海军的军舰 采用定期换班的方式 来保持24小时待命装备 至于部署的目的 有俄罗斯军事专家认为 这或许跟近期美日印澳四国的 大规模军事演习有关 马拉巴尔2021联合演习 于上个星期在关岛海域展开 为期四天 虽说该演习每年都会举行一次 但这一次是在四国机制下 首次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军演 仅从这一点 就足以说明美日印澳 此次进行的军事演习目的不简单 所以如今东部海域保持常态化巡航 在分析看来 也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变相来说 这是对美日印澳此前在西太平洋 展开演习的一次反击 也是对日本的一次严重的警告 随着美国开始向太平洋深处转移 远东地区出现了空缺 美国希望日本能够和自己的其他盟友 填补这一缺口 成为对抗亚洲大国的主要力量 因此 日本除了疯狂叫嚣以外 还积极地与澳大利亚 法国以及英国等国家 进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前不久 日本主动邀请英国海军航母 打击战斗群执行首次海外部署 看见日本横须贺军港主播 面对如此猖狂的行为 不只是我们 单单是日本自己都是心虚的 以至于此次东部海域24小时战备巡航 日本方面猜测有监控 日本自卫队军舰和军机动向的意图 所以在消息传出后 日本第一个就不淡定了 毕竟出于政治欲望 成为美国反华的主要战略棋子 是最有可能挨打的 口话说回来 若我国这次真的被惹怒了 倒霉的不仅仅是日本 美国 印度和澳大利亚 一个都跑不掉 现在充其量不过是警告而已 在8月30日 美军宣布完全从阿富汗撤走 外界仍然还在回味 美军灰头土脸撤走时 有多仓促狼狈 当阿富汗局势成为全球焦点后 另一个被遗忘的国家 也正经历大混战 美国还会经历下一场大溃败马 据路透社亚丁消息 也门南部武装力量发言人称 在8月底 胡赛组织对也门西南部的沙特领导和联军军事基地发动袭击 造成至少30名人员死亡 60人受伤 这支力量主要合作对象就是也门政府军和沙特联军 打击对象是胡赛武装 而胡赛武装背后有伊朗支持 袭击的导弹和无人机大多是伊朗提供的 事实上自2015年也门危机爆发以来 也门内战冲突不断 各方设力不断加大干预力度 沙特 阿联酋 巴林 科威特等组成阿拉伯联军 进入局势 美国提供后勤和情报支援 拉锯战发展到现在 其实背后是什叶派伊朗跟其他迅尼派阿拉伯国家主力 其中南部武装力量就是沙特领导的联盟的一部分 虽然沙特拥有一支配置着先进技术的美制武器的军队 但是经常被拖携军胡赛武装重创 沙特之所以主导组建阿拉伯联军进入也门局势 一方面是为了巩固其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力 另一方面是遏制伊朗 更重要的还是利益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近日报道 以美国和沙特为首的战争联盟 已经掠夺了也门超过85%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 这是海盗一样的行为 也门鸿海港口公司董事会主席穆罕默德表示 他们剑指扣押邮轮 增加了也门人民的痛苦 打了近七年 各方依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伊朗新闻电视台还援引胡赛武装领导人穆罕默德消息称 随着美国离开阿富汗 呼吁美国及其盟友沙特也离开也门 无论冲突和对抗持续多久 也门不会接受占领 也门也将是这些侵略者的目的 也门战场的事态发展 会是又一次类似阿富汗的混乱撤退吗 目前也门已成为联军的泥潭 近年来胡赛武装几乎每天都对沙特展开跨境袭击 根据最近的新闻得知 也门战略城市马里布防御联军 目前局势相当危险 双方还在紧张对抗 但胡赛武装更占优势 一旦击溃 胡赛武装将全面控制该国北部大门 也门战事延续多年 各方损失惨重 人民苦不堪言 事实一再证明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 用武力手段改造他国也是行不通的 战争只会造成灾难 而每一场冲突背后 与美国的干预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上个月 菅义伟就连续遇上了对其连任非常不利的两件事 首先是她的支持率连创新低 作为她的选票基本盘 横滨市的市长选举出现了意外 菅义伟鼎力支持的候选人败给了竞选对手 对于菅义伟来说 这场看似平常的地方选举 有着相当大的分量 横滨不仅是菅义伟的选票基本盘 还是她的发家之地 所以在这两条消息接连传出之后 大多数人都对菅义伟的连任并不看好 但就在这时 菅义伟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 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举动 在9月3号 日媒放送协会首次曝光 菅义伟月底任期届满时 将主动辞去首相职务 并且也不参加下一届的 资民党总裁选举 该消息一经报道 就引发了外界的议论纷纷 众所周知 韩国有一个青瓦台魔咒 那就是说 当韩国总统的人下场不一定会很好 而在日本 也有一个类似的魔咒 叫做奥运魔咒 就是日本只要举办一届奥运会 那当期的日本首相将很快就会下台 除本次东京奥运会外 日本在历史上曾举办过三次奥运会 分别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 和1972年的渣皇冬季奥运会 以及1998年长野冬奥会 在这三届奥运会举行后 当时的日本首相也确实在不久后辞职 不过有些是主动辞职 有些是在选举之后失败的 所以菅义伟辞去首相职务的消息传出后 不少日本网友都惊呼 奥运会魔咒应验了 其实吧 就当前菅义伟所要面临的局势而言 做出这种决定倒也正常 跟奥运会关系并不是很大 本质上在于 他治理国家的政策出现的一些问题 比如疫情得不到控制 在经济发展上 也无法让日本快速发展 因此尽管奥运会顺利举办了 但奥运会不能当饭吃 安全和经济问题 才是日本民众给他投票的原因 因此在这一背景下 菅义伟民调的支持率明显下降 而不参加日本自民党的总统选举 是因为没有当选 带着这种无法选择的预期效果 那还不如早点放弃 日本政客最要面子 尤其是政治家 所以早点辞职算了 还不用担心被问责 那么在菅义伟辞职之后 是不是安倍晋三 又要当自民党的总裁了呢 其实吧 虽然安倍最近在新闻上又活跃了起来 但这届的总统选举 跟他并没有多大关系 就目前来看 即菅义伟之后 当选自民党总裁的人选 一共有两个 其一是岸田文雄 只为被自民党高层培养多年的接班人 其二则是高市早苗 只为连任多届的女性大臣 不是说除了这两个人之外 就没有其他人了 像是岸信夫 小泉靖太郎等人 肯定也会参加选举 但就前两位候选者而言 剩下的候选者 基本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 据媒体报道 神州12号的航天员 计划在9月中旬返回地球 将着陆在东风着陆场 这也是我国在任航天首次 在沙漠中着陆 将由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搜索救援队进行搜索救援工作 在过去 我国的航天飞行器的回归 主要选择并不是这里 这次选择东风着陆场 代表这里可能成为 我国航天飞行器 返回地球的首选地址 执行搜救任务的团队 为此类的任务准备许多年 搜救队表示 仅觉做到仓落人道 不过还是要谨慎 谨慎再谨慎 因为在返回地球时 还会遇到许多的问题和困难 那么会碰到哪些困难呢 比较容易碰到的困难 是在返回地球的时候 会进入大气层 而宇宙中是没有空气的 当进入大气层的时候 就会有空气 容易和空气摩擦 产生高温热量 导致飞船烧毁 有许多的飞船 就是由于高温导致烧毁 美国的航天飞船 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还有就是宇宙中的 重力和地球不同 当宇宙员从太空中回来时 将有可能无法适应 地面上的重力环境 会对宇宙员身体 造成巨大的伤害 所以宇宙员也要坚持锻炼身体 适应突变的环境 但是不用担心 我国的神舟11号 就已经成功地返回地球了 我国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 种种的困难和问题 都是以往我们碰到过的 所以相对来说 并不是很困难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整个过程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让我们期待 中国航天员的顺利归来吧 神舟12号将返回地球 聚集了世界的焦点 世界上许多国家 非常的重视和关注 这将会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历史时刻 标志着 我国是完全有技术和能力 单独建造空间站 同时也代表 我国航天载人技术 已经进入到世界潜力 该新闻引起了 国际观察人士的激烈讨论 中国做得很棒 非常羡慕中国的航天载人技术 等到国际空间站关闭的时候 中国将成为世界上 唯一拥有空间站的国家 我为中国在空间技术方面 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不但如此 我国接下来在航天方面 会继续有大动作 中国的货运飞船 天舟3号早已经准备就绪 也准备在近期发射 天舟3号到时候 会携带宇航员需要的食物 和研究器材等 为保障我国宇航员 提供坚实的基础 等到神舟12号返回地球时 我国的神舟13号就要发射 也将进入空间站 接替首批航天员的任务 继续建造中国的空间站 未来还将进行 为期时间更长 科研方向更深的任务 明年 我国还会继续发射更多的飞船 到时候 我国在航天领域的速度 将发展得更快更好 我国官方就曾表示 以后 我国空间站将可能种植物 还可以依靠植物提供氧气 杨立伟也说到 以后的航天载人任务 将会有女航天员的参与 也表示 我国航天员在空间站的驻流时间 达到6个月将成为常态 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做对比 美国由于全新的宇航服 无法准时交付 导致美国宣布推迟了登月计划 不但如此 美国航天存在着诸多问题 资金的短缺 预算的超值等等 美国的经济已经不允许 美国在航天领域进行大规模的研究了 在航天领域方面 美国已经被我们超越了 如今我国的空间站正在稳固的建设中 我国的航天事业也在快速的发展 相信 我国航天事业的未来 会创造更多的奇迹 加油 中国